好嘞 cos cta 加2 sin cta 等于1 来我们解这题啊 我们首先用R的方法 把它列成是R form 我们会把它列成是Rcos Rcos form 来后面又写什么 Rcos form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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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我就懂啊 诶你们很好笑嘞真的 不是如果干事讲错对不对 这样就第七组的同学出来讲 老师是我们回答 然后我们是第七组 这样就好吗 我在那边问第五组是谁 第五组的人又不要讲 然后第七组的人知道这回答 他又不要讲 这样我们不是沟通爆炸哦 对吗各位同学 再讲一次啊 刚老师问是哪一组要回答 干事回老师第五组对不对 第五组知道不是他们吗 他们已经吓到吗 就是明就不是我们啊 讲好第七哦 诶这样第五组的人是不是可以站出来讲 老师其实是第七组不是我们 诶 第七组的同学也可以站出来讲 老师其实是我们第七组 这样就好吗 这么我在那边等这样久 你讲你们是不是签吗 对吗 高一哦诶 好 所以右手边会变成是 rcosc-alpha 然后我们把r跟c都找出来 所以r的部分就会是 √1的平方加2的平方 所以√5啊 好再来是alpha 所以alpha就会是 uptang2除1 所以uptang2除1多少 63度26分 嗯63度26分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左手边这一整块东西写成是 rform 所以我们会有√5cosc-63度26分 然后这个题目哦 回这题目很特别的 可以这题目写cosc加2 rsinc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自己改成sine的form 改成rsinc加上cosc等于1 因为加减法没有影响吗 所以若接你把它写成这样的时候 这样你做的东西就会变成rsinc加α 可以随时自己决定啊 但是坦白讲啊 如果你有新的话 你也可以只做sineform 或者只做cosform就够了了 可以可以的 因为如果有符号就丢后面了 如果今天你的情况是减的 你想要做到反过来的话 你就把那个符号丢到后面去 还是可以做 没有影响了 好哎 这个部分我就不会跟你讲哦 你一定要两个都会 或者是你做一个就好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差 就看你自己想处理哦 你选择要只做一个也可以的 我不会觉得说 你一定要两个都会讲 其实没有的啦 可以其实是没有的 好 ok 接下来是 接下去解题哦 所以当我可以把左手边写成rform之后 我就可以拥有 √5cosc-63度26分等于正义 可以等于正义 然后把 √5移到右边去 所以cosc-63度26分 会等于√5分之1 然后接下去就是正常的解 解范围啊 解 角度 好 所以接下去我们先准备相伴瑞角 所以相伴瑞角 alpha c-63度26分 ok 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得到 他的相伴瑞角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熟悉的数字叫做 63度26分 ok 刚好是一样的 ok 这时候接下去我们要处理的东西是 范围 今天我们的角度 ok 我们要处理的角度不是ceta 我们要处理的角度是ceta-63度26分 ok 我们要处理这个角度 ok 我们要处理这个角度 ok 水范围不一样啊 原本的范围是0-360 ok 原本的范围是0-360度 现在我们的范围是针对 ceta-63度26分 所以范围会从原本的0-360 变成-63度26分 中间也一起减63度26分 变成 396 可以296度34分 所以原本哦 ceta自己的范围 指的是从0-360的一圈 可是现在我的角度是ceta-63度26分 针对这个角度 我的范围 变成是从-63度26分 转一圈到296度34分 同样的还是一圈 但是它的范围有一点点的移动 可以一点点的移动 差别在于第四项线哦 你会发现第一第二第三没有差别 因为在左边的这个ceta的范围 如果今天我们找到第一项线的角 他就会是0-90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项线就会是90-180 这个也没有问题 第三项线是180-270 这个也没有问题 就是正常的一个范围 取角度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的范围 变成是ceta-63度26分的范围 的时候哦 第一第二第三没有影响正常的范围 第四项线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第四项线本来应该270-360 对不对 这边是没有270-360 这边的范围变成是从-63度26分到0 这个是一个区间 还有270-296度34分 这个区间 所以还有2块第四项线的范围 原本第四项线应该是真正的嘛 就是0-360 270-360哦 有时候可能转两圈 这样就还包括630-720 如果转两圈的话 今天他同样是一圈 但是他的第四项线包含了-63-0 还有270-296 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有点不同了 然后我们解题的时候会遇到问题哦 OK确定好范围之后哦 可以接下去我们就是要去解题 OK cos 是正的 kcos 是正的 根号 5分之2 5分之1 k正的根号5分之1 所以他答案有两个项线哦 第一项线 第四项线 好来 第一项线没有问题 因为第一项线就正常的做 但是我要提醒你 第一项线在写答案的时候 不要忘记你的左手边是写c大-63度26分 哎 OK这个地方是写c大-63度26分 会跟这里是一样的 好 所以第一项线是0度减 呃 七大减去63度26分 会等于第一项线的答案 也就是63度26分 因为第一项线是夹相伴瑞角 好来 所以我们0度加63度26分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其大答案会变成126度52分 好 第四项线就会有问题哦哎 第四项线哦 同学平常在做的时候就会把它写成c大-63度26分 会等于360度减去63度26分 所以大家就只会做这一边 可是哦 在这个题目里面 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0度减去63度26分 因为我今天360度减去63度 因为是因为是第四项线嘛 所以第四项线是减相伴瑞角哦 往下减相伴瑞角啊 所以减相伴瑞角的时候是这条线要去减哦 这条线有0度跟360度 所以360减相伴瑞角在前面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296度34分 296度34分刚好在我的这个最边边的范围 同时后面的0度减去63度26分变成-63度26分 这个东西也在边边 所以两个答案都要 ok 同学可能会想呃 怎么会有一个-63度26分 明明-63度26分都没有在0到360之间 对啊 因为这个角度不是cita嘛 所以等下我们找到的cita 他就会在范围里面了 ok 等下我们找到的cita 就会在范围里面 因为当我把这个-63度26分加到后面去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边得到的cita ok 我可以在这边得到的cita 会是360度还有0度 360度跟0度在范围里面 可以在cita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题目你要小心的东西 就是他的范围跟答案的部分 平常我们在做哦 一个象限只会有一个答案的 除非你今天是 除非你今天是转两圈 转两圈就可能有两个答案嘛 可是转一圈的情况 通常是只会有一个答案 可是这题不会是因为 他刚好转两圈的那个 那个停留的点啊 是相伴瑞角的角度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这里我们找到的alpha 他刚好和这里我们找到的alpha是同一个角度 这样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 但是在这个东西也只是有可能 不是一定讲哦 他一样我就一定要在那边找两个角 没有啦不一定了 还是不一定了 你要看他的象限吗 你讲多一次 想翻个一角的 你之前讲多一次 Associated Acute Angle 讲多一次那个 14.3 你翻笔记应该会看到 OKOK 好 进下集之前我们再解释多一次这个范围的部分 讲多一次啊 平常我们在做的时候哦 他都是一个固定的旋转范围 就是一圈啊两圈啊这样 给我们讨论一圈的情况哦 等下笔还没有出来 好嗯 一圈的情况是我们之前学0转到360 像这样子 所以每个象限都固定 只会有一个角度 而且 嗯 是很直接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现在我们转的情况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可以自己我们转的情况 是从负的这一块区域转到这边来 所以今天当我在做那个 第四象限减相伴瑞角的过程哦 第四象限找答案的减相伴瑞角可以是0度 可以是360度可以是其他角度啦 这一题只有0跟360 0减掉拍 0减掉这个相伴瑞角之后刚好有在我的这个范围的边边 然后360减掉之后他也在这条线的边边 因为他这两个跟这两个角度其实也包含在CTA的范围里面 所以当这两个角度也在CTA的范围里面的时候 我今天剪出来的结果 他刚好都在里面的话 这样这个要对这个也要对 而且通常会忘记掉其中一个啦 记在做的时候会不好心忽略掉0减3 0减6的3度26分 他也是答案这样 给谁这地方是大家在做记要小心的话 这边我不用担心你啊 这边只会有出行的问题哦 尤其是这样个一样的时候蛮容易出行的 ok 所以这个是这一题啊给大家知道是吧 然后再给你讲多一次啊 不是讲一样就一定有两个答案啦 你不要撞到一样就讲这个一定 这边应该要有其中一个上线是两个答案 不一定的啦 因为他如果没有撞到那个上线就不会有啊 他如果撞到那个上线就会有 就就会有两个答案 ok 这个是B小题 好下去我们准备C小题 为C小题是很特别的题目 他总共有三个做法 ok 然后 呃我没有要教你第一种啊 第一种会跟你讲要做什么事 然后你自己做 我们明天讨论这样 我们要教你第二种方法 等一下他在累住 最近很累工作 应该是要买新电脑啊 买了几年了啊 买了 17年了好像 17年了好像是17年到现在 1718192021 5年了啊 不是很顶他啊 他已经有点很累啊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的 不要把 做工的电脑跟打game的电脑放在一起 他真的不是很可以接受这种 这样高神的操作 他如果只有拿来做工 应该是很顺的 不是拿来做工 拿来打game 他已经老了 我现在还是累住了 因为我要点这个 没有点到 我电脑是昨天醒啊 你醒了吗 5年很耐 不是吧 我觉得5年 5年应该要耐了 这样久哦 哎不是 不是很没有礼貌哦 这样跟学生讲话问他醒了吗 不是 哎我们认识这样久啊 你不懂我电脑是桌面形式 你不对哎 你累住啊你看 真的啊 当然是你不对啊 哎我怎么可能不是用桌面形 全世界都知道哎 对啊对啊对啊 你觉得我 我我没有用平板啊 好这就是问题我们不熟啊 这样没有变啊 没有关系嘛 只是只是就觉得我 没有啊大家都知道我用 也好啊也好啊 我还是会怕嘛 毕竟见面的话 没有没有吧 我应该没有讲错话吧 你们不要这样啊 不要吓我哎 没有不是 是桌面形啊 做什么 桌面形啊 桌面形 很多game啊太多game了啊 我用来打game啊 对啊 哦你讲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很nice啊 okokok 我换过显卡跟 跟硬碟 不知道 可是RAM没有换 RAM只有bucket 我真的是已经不点了哎 我知道bucket在很多人眼里 也是很够力的东西 可是我不能吗 所以 真的不够哎 各位朋友 是bucket吗 还是4 我忘记了哎 够力哦 啊bucket bucket bucket 这边 看到吗还是太小哥 你们看到吗 bucket bucket很少 对啦 所以很lade哦 然后i5哎 i5没有问题的 i5可以跑的 7400太老了 真的 7400有点老 显卡是 诶 多了我买多了 啊是70哎 1070啊 啊忘记了哎 哪一个啊 device manager 啊对对 device manager monitor 不对 哎呀哪一个 啊这个10 哎6660哦 我以为我买1070 1660哎 最近才换了呢 那人跟我讲你不是 纯粹打给你们人不用买这样好 买这样子就过 3090买不到 现在你买不到 有两个有两个 这个graphic是因为两两个萤幕 monitor也是两个 我本来买三个啊 没有位置放吧 三个比较好啊 我现在要三个啊 因为做做做教案是一个嘛 做教会看去年做的教案嘛 对我就没位置哦 我要看事情的话就要再拿ipad ipad就放旁边了就这样 来 继续 哎真的很累哦哎 好了 播出以后啊对对有人讲是因为我每天叫学生开镜头 我自己开镜头开完一整年了 所以很累 不会不会 分开的东西来了 这不要骗我 读点书的人都知道分开的东西吧 我我开完跟全部人开完是不会导致我电脑变累了 只有资料变多才会 你们的资料是没有存在电脑啊 你们的镜头是不会save起来的 不用不用不用去骗我说什么 叫学生开镜头会让电脑坏掉 这种话真的是 骗谁吧 会坏掉就只有镜头吧 不会 萤幕是不会坏掉的 真的真的真的 大家只要读点书啊 不懂是谁跟我讲什么 就是你电脑变lade 是因为你每次叫学生开镜头 也真的有点逻辑好不好 所以来洗小题 不要飞啊 不同的东西啊 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会导致 不对的结果啊 来 哎 洗小题是三十大剪口三十大 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做法是T 朋友的 请大家记住 我们明天的时候讨论 可以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方法 可以第二个方法是R formula 可以我们要做R formula 第三个也会教你啊 三个都会教你 好 因为R formula是我们最近学嘛 所以应该是可以开始做啊 可以可以等你一下 这没有没有没有难度 没有陷阱的啊 慢做就做到了啦 没有难度没有陷阱的 我可以等你啊 呃 不是不是什么怪怪的东西 可以放心 吗 有没有陷阅吗 是 啊 有没有陷阱的啊 有没有陷阱的啊 不是 有陷阱的啊 有陷阱的啊 而是 有陷阱的啊 有陷阱的啊 但是 其实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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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